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王二后精彩的演技较劲 也可以看到徐克大导演的精湛手法 还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台湾知名导演 陈国富导演花了十年的功力去研究相关的史料 搭建出非常华丽的场景 每30秒就有一个特效 也跟大家传来一个捷报 在中国内地还有香港地区 四天就卖了5亿的新台币 现在即将在10月8号在台湾跟所有的朋友见面 目前看过的人都说好 从今而后我们不用再看福尔摩斯了 我们不用再看神鬼传奇CSI 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神探 通天神探第一人节 欢迎大家来见证今天我们所有的导演 包括演员特别波荣来到台北出席 事实上在之前他们也曾经代表华语片 进居威尼斯影展 是威尼斯影展唯一一部入选正式竞赛片的华语片 现在大家本周就看得到了 让我们现在就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主要的人员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首先欢迎的是在电影当中的造型非常的特别 武打也很精湛 其实已经有很多粉丝 欢迎邓超先生 来自内地非常优秀的小生邓超先生欢迎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国富总监制 欢迎我们电影之光陈国富先生 有请欢迎欢迎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部片幕后非常重要的工程 大家从小看看电影看到大 他就是徐克大导演 欢迎徐导演 欢迎 好的我们三位帅哥已经就会了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郑重的欢迎 就是在电影当中 两人的演技都非常的精湛 造型也很突出 也是我们电影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刘家琳 李彬彬 哇影后级的人物欢迎二位 天后驾到天后驾到 来来来欢迎欢迎 啊欢迎欢迎粉丝粉丝来 哎呦哎呦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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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导演您请站在中间 啊谢谢谢谢谢谢 好我们现在首先先请徐克导演跟所有台湾的媒体跟影迷朋友来问声好 各位台北朋友你们好 很高兴回来台北见大家 导演好我们也请陈国富总监制也跟大家问声好 欢迎欢迎陈导演很害羞文人啊书生气息 接下来是邓超先生 大家好 哇你的粉丝等很久了 今天特别来站在第一排 好我们也请各位这个是金马影后啊 李彬彬小姐 大家问声好 大家好我是李彬彬 欢迎回来 谢谢 接下来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们Superstar刘嘉玲 嘉玲姐 大家好很开心在这里跟你们见面 欢迎五位带来这么精湛的作品 我们想先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导演呢其实最近还有很多新的片子呢正在紧锣密鼓 但今天特别呢一定要在台北跟大家见面 是不是特别看重这部片子 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其实可能大家今天晚上才看得见 你现在看到台上的各位在电影里面都很不一样 特别先讲讲邓超 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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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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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院里面有海报 我们待会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造型很特别 白的 整个人是白的 好那边有一张 来来来给他 哇造型很特别哦 可不可以借上台演示一下 对对上台来秀一下 哎呀哇你红了你红了哈 对对好 只给你两秒的时间 谢谢你可以回去了 谢谢 哎呦 哇邓超待会在上面签个名吧 没问题做个系列 比较一下他样子身边多大 对 导演你真的把他做了很大的改造哎 哦 谢谢谢谢 好的 非常的期待 邓超的演出 嗯 那冰冰也是 冰冰 我没有的 没有图 没有造型 有啦有啦有啦 我们系列里头有 对对 那有我们全部电影的海报导演 就是杂志里面有 可是里面的造型有很多 比这个多很多 对 那然后就是我们的 武则天 对 皇帝 是是是 皇帝 他表现一下皇帝的 王 王者之风 对对对 看电影吗 他现在回复 看导演就是了 是是 回复说淑女的形象 那个嘉丽姐应该说平身 哎呦 是 那我们先得跪一下才行啊 太委屈了 好总之就是每个角色都很有发挥 然后关于剧情吗 是 你问陈国富 好 陈国富导演呢 我刚刚说 他真的花了好多年在研究中国的历史 相关的人物特性 跟我们简单报告一下吧 呃 这个片子应该不能说 终于在台湾上演 应该是说回到台湾上 是 因为很多很多年前我在拍另外一部戏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这个机场 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 中间找了徐克 徐克又跑到台北来跟我一起做剧本 是 所以我感觉好像是把这个电影带回家了 是 恭喜恭喜 他真的花了好多的时间 然后跟呢 就说回答订了